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南宋小朝廷盼望已久的事终于到来,金国答应与宋义和,但金国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必杀岳飞,而后何可成?经过赵构和秦桧如此这般的一番操作,秦桧最终给岳飞定下了谋反的罪名。 经过装模作样的审讯,刑部,大理寺拿出了判决意见,岳飞斩刑,张献绞刑,岳云徒刑二年,如果按照这个判决,岳飞和张献被判死刑,岳云却能留下一条性命,可是这个判决却引起了赵构的不满,于是他亲自改判。 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念九日,一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下达命令,岳飞特赐死。张献,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洋云中奸斩,仍多拆兵将防护。 宋高宗照够为什么一定要岳云死呢?读历史,明示里,大家好,欢迎订阅本宫八历史。 岳云自小就十分懂事,他从小便将身经百战,立功边疆的父亲当成偶像,立志长大后也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拥有战功赫赫的威武将军,在他八岁那年,刀枪剑几各种兵刃已经练习得十分熟练,而且还学会了骑射之术。 岳母,瞧见孙儿小小年纪,便有所作为,心中十分开心,有一次,奶奶问岳云,孙儿,你知道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小岳云眨巴着眼睛,马上答道,当然知道,父亲大人姓岳,宁飞,自鹏举。奶奶点点头,继续问,那你知道你为什么叫岳云吗? 岳云一时错愕,不知如何回答,奶奶笑了一下,一语道破天机,傻孩子,那是因为云柱鹏飞啊! 奶奶的这番解释,无疑是颗种子,在岳云幼小的心灵内生根发芽,纳漫成长,从此,那颗随父出征的心更加坚定。 十二岁那年,他如愿以偿,成了通泰政府司前军统领张宪麾下的一员将领,而张宪,则是声名赫赫岳家军中的一员肖将,绍兴三年的秋天。 十五岁的岳云,终于有了征战沙场的机会。 当时,张宪的部队正攻打隋州,数日不下,岳飞便派中军统领牛高前来援战,岳云在军中充当主力,十载他手握两铁锥,重八十斤,率先登城,永贯三军,隋州遂一举而破,战后,龙心大岳,岳飞备受中训狼,阁门之侯,三年前,没有任何攻击的他。 仗着父亲的声望,摆捡了一个保义郎,阁门之侯,此番,岳云靠自己的战功德来殊荣,怎么不叫他激动呢? 中国人常讲,蜈蚣不受禄,身为将门之子,岳云算是为自己狠狠争了一口气,有人可能会问,如此忠居爱国的一对父子,为何到头来会双双沦落为南宋朝廷的刀下亡魂呢? 有人说,这还不是秦桧造成的吗?的确,秦桧谗言陷害岳飞,却系事实,但仔细想想,秦桧那张嘴巴在读,真的能将一位拥有百万大军且在军中有崇高威望的元帅吗?这里面肯定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而这个原因,才是岳氏父子不得不死的核心因素,而这个核心因素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高宗赵垢,偏安易于的赵垢,不得不游记赵氏列祖列宗的创业史,自太祖赵匡印黄袍加身,起兵反周以来,最担心的一件大事莫过于手下大将如他一样,将来兴起,也顺手提刀将自己给结果了,然后坐上至高无上的龙椅。 于是,宋太祖赵匡印立马自导,自演了一场悲酒式兵权的大戏,兵不血刃的,就解决了一个五代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大将夺权,朝代更换。 至此,大宋历任皇帝都倡导众文义武的大政方针,因此,才会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这样文坛领袖共聚庙堂的盛事景象,才会有被辽,金等外族屡屡屡碾压,最终偏安易于的凄惨结局,多亏南宋, 还有个让金兵闻风丧胆的岳飞,才对以让赵构这小子在这人间天堂,苟延残喘,但早被江南鸣鸡美酒熏得神魂颠倒的赵构,并没有任何危机意识,内心里反怪岳飞不识时误,谁让你收复中原了,谁让你赢回二圣了,谁让你要无逞能了,尤其是赢回二圣。 若真把那两尊给金人当牛做马的活菩萨给赢回来,我这个皇帝该如何自处,是给那两位让位,还是尊他们为太上皇,更何况,天下皆知,汉江山义,汉岳家军难? 听听吧,多么可怕,岳家军天下人难以撼动,自然也包括我赵氏江山喽,如若任其发展壮大,他岳鹏举,岂不迟早一天娶我而待至,不,绝不,朕绝不能做王国之君,也许,就是在这样阴暗心里的支配下,赵构才做出了那个极其残忍,极其愚蠢的决定,十二道金字牌,召回岳飞,杀。 而此时在赵构身边的,无论是秦桧,李贵还是王贵,结果都一样。 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数皇帝都有一大特点,就是他们在干掉全臣的同时,都对他们的家人手下留情,比如清朝嘉庆皇帝赐何身自义,并没有连累其子封身殷德,雍正处死汉将年庚瑶时,也放过了他的家人,唐太宗处理侯军籍,也未曾伤其妻而分好。 那为何面对赤胆忠心的岳飞长子岳云,赵构却执意要狠下杀心呢? 其实,从史料来看,当时,负责审理岳云案件的,正是掌管大理寺的秦桧。 而当时大理寺给岳云的判决是,开除公职,判三年有期徒刑。 实事求是的讲,这个判决是较轻的了。 同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桧与岳飞并不是不共戴天的生死冤家。 而对于这个判决,皇帝赵构大为不满,虽然岳飞已经被自己解决,但其子岳云存世,对自己仍是极大的威胁。 于是,岳云遍野部父亲厚尘,被斩首示众,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宋的皇帝以仁爱治国,大抵都没有这般残忍。 那么,是什么内因导致赵构非要对岳云野下杀手不可呢? 这就要从赵构本人的人生经历来剖析了。 其实,赵构也是个历经坎坷,九死一生的人。 想当年,金军铁蹄践踏中原,身为康王的赵构是在金人的追击中,仓皇逃到杭州的。 民间广泛流传着尼玛杜康王的画本,也许,正是由于青年时代那段颠沛流离,生死难料的艰难经历,让他对军人这个特定群体有种本能的反感。 生怕哪一天,身穿铠甲的士兵提着利剑就把自己脑袋给割下来,因此,在这种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原本可以收复失地,振兴华夏的一代名将岳飞就这样惨死在赵构的扭曲心理与朝堂黑幕下。 同时也波及了他的爱子岳云与众多与他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一切只因岳云太优秀,一切只因岳家军力量太强大。 岳飞被判死刑的罪名主要有两个,一是绍兴十一年的怀惜逗留,二是与张献串通谋反,前一个罪名是岳飞一个人的,但后一个罪名,牵扯的不仅仅是张献,连岳云也牵扯了进来。 如果只杀岳飞一人,也许岳飞怕别人质疑,因为历史上谋反的人不可能是光感司令,必定要有同谋,所以赵构,岳飞把岳飞最忠诚的部下张献,以及儿子岳飞拉了进来。 一开始,岳的罪名是交通张献,霍乱军心,并没有认定他直接参与谋反,所以大理寺判处岳云三年徒刑,但这份判决在秦桧城给赵构审查时,赵构亲自处把岳云改判为死刑,道理很简单,不是怕岳云给岳飞报仇,而是要把岳飞谋反案做成铁案,所谓的岳飞谋反案,牵扯的是岳飞、岳云、张献三人。 除了王军的诬告外,并无任何物证,只要杀了岳飞、岳云、张献三人,这个案子就是一个铁案,就死无对证,永远无法翻案了,如果只杀岳飞和张献。 而留了岳云活口,赵构觉得将来或者自己死后这个案子有可能会被翻案,后患无穷,因为当事人岳云还活着,有很多莫须有的事情便很容易澄清,所以,赵构必须要岳云死, 哪怕这个年轻人是金人闻风丧胆的淫官人。 岳飞三人被害后,赵构随即对岳家军展开了大清洗运动,岳飞的步将、幕僚,以及不愿意误害岳飞的人,都受到了珠连。 王贵虽违心地转发王军的诬告状,宋平对他仍狠一记,王贵于是引吉以为辞,到了福建担任了一个闲差。 岳飞手下的王处仁,蒋世雄冒险向岳飞通报王军的诬告消息,后来都受到革职,流放和边管的惩处, 这家尚书便岳飞之冤,结果被返屋收受岳云贿赂,受屯杖后赐面发配援州,岳家军中,朱福,李若虚,高颖,王良存,夏琪,党上友,张杰夫等13人都被贬逐流放,岳家军从此不复存在。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记得顺手点个订阅,你小小的订阅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